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过不过来吃猪肠仔? 什么?猪肠? 杨茜茜,过不过来?欢迎你 看看,好吃到什么 好的,我现在过来 快点,快点过来 好,导演打了很多电话给我的 叫我过来试试这家店好不好吃 虽然这里坐地铁会容易 但是开车很麻烦,没有地方停车 而这家店开了十几二十年 开了很久 最近被人挖回来了 好像变成了广州小吃排行榜的第一名 所以导演叫我过来吃 我想是他的原因 粗粉面饭 原来就是这个原因 这里有什么招牌? 猪大腸 猪大腸,腸头又吃 整条腸从头到尾都吃完了 牛腩都卖完了 你们这么快卖完了 这么快卖完了 早上六点半 那那几个钟开门呢? 这里是每个一点 十二个钟了 开了 这个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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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由早到晚都是这么忙 你在外面 十多元一个粉 只有几球 这些猪大腸 比较多 好吃 我特意从白红区走过来 你吃的 这个多少钱? 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 十八元 这个十八元? 味道好吃 还有面 真的好吃 面好吃吗? 我觉得吃这么多 齐餐厅的面 比较好吃 你比较整个 你比较多久? 你比较多久? 我印象中十多年有的 品质怎么样呢? 好像 可以保持得到 最难就是保持得到 这件事 首先是猪腸 很浓郁 其实你沾汁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 其实汁肠很浓郁 这个浓郁的程度 其实用来做拌粉 或是腸粉 湯粉 汁肠是合格的 是合格的 因为你要浓一点 散开 那些色窄才会冲 它 烟硬的程度 可以接受的 不算太硬 也不算太硬 也不算太硬 可能煮一个合适的状态 一感觉就感觉到 它不是浓了很久 很久 浓了两三天 一咬就开 那些松散的状态 好吃 略嫌它的香料味 不够极致 但是 这样的话 也可以避免材料的新鲜 腸头的酱汁 是比猪腸 这种更淡 这个会软一点 有些网友说 入口即溶 入口两口溶 咬两口就会溶 很容易吞下去 这个要咬很久 但是很正常 猪腸是这样的 腸头也是这样的 腸头是这样的 腸头更豐富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形式 一种菜式 刚才阿伯说 这个很划算 这个很划算 刚才阿伯说 这个很划算 这个很划算 18元 我轻数过一下 猪腸 腸头 牛杂 都有 超过29 对 对 其实比我的头 这个味道很浓 这个很浓 很浓 因为它的酱料比较浓 虽然味道不太咸 但是 搅拌面 感觉不是湯面 是拌面 那种状态 很入味 其实我们派完特写 到试食 有一段时间 大面很爽 很浓 很好 其实这个位置 屯一大出口 然后走进来 冬浩冲 这个小区也不算很复杂 可能六百多米走 十分钟以内就完成了 前后左右很多街坊 喜欢吃这一间 那一盒杂感面 十八元 大盒 比我的头大 面又好吃 那些杂感的料又多 特意在白云区 搭地铁过来 十多二十个站 所以足以证明 有一定的吸引力 而我们吃下去 我觉得它的味道 偏淡一点 其实是比较实在的 然后也可以特意 食材的新鲜 这个是可以吃到的 那你说它是不是 真真正正 广州小食排行榜的 No.1呢?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它在这一条街 绝对是最受欢迎的一间店 因为这一难 真的只有它 长期排队 不要走 这是品诚记 亦希望大家 关注我们的同事 点击一下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关注我们 下次更新的时候 你们就不会错过了 拜拜